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yes哥有问题就找yes哥 今天我们来聊一则重要的消息 说的是好像说美签要停了 这个说的要停是什么yes 我们待会来看一看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就是美签难题 我前面好多视频也都给大家介绍过 现在国内想签美签是千难万难 一个本身通过率就低 第二个连面谈预约都搞不上 这个非常的困难 所以搞得很多朋友也比较着急 当然实际上我也跟大家说了 其实也不用过于着急 你在这段时间好好积累 说不定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后面有机会申请美签的时候 一次就过了对吧 所以如果说你很着急的 一定要去申请的时候 反而也许就不过了 这个其实有一个心态问题 比如说很多人其实一开始 可能没有打算这么早 去申请美签对吧 按照他们规划可能还没有到这一步 对吧 但是呢 反而是现在美国领事馆 就是处于一个半关门的状态的时候 这些一些朋友就心里非常着急 哎呀怎么还不开怎么还不开 实际上这个实际上涉及到一个心理问题 什么心理问题呢 就是比如说当你拥有一个东西的时候 比如就不是不是东西拥有一个东西 比如说你住在一个城市对吧 然后你这个城市呢有很多旅游景区 对吧很多景点 但是呢你可能是这样的啊 你可能觉得嗯反正我住在这里啊 我随时都可以去这些景点 我以后再去吧 对吧 可能你就不不不那么着急的去这些旅游景点了 对吧 呃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如果有一天这些旅游景点啊 说呃全部都要永久关闭了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着急 对吧 因为着急你会说哎呀我得赶紧去赶紧去 对吧 这个时候呢你就会着急的赶紧去 然后你说你要预约一个时间去 好结果呢就预约不上 因为大家都要预约 所以这实际上涉及到一个心理问题 那现在这个美签实际上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可能很多朋友一开始没有计划说 哎呀我要这么 我我我要在这么短的时间一定要申请到美签 其实可能开始还没有到这一步规划 对吧 但是呢因为现在美签啊 这个面签的这个非常紧张啊 这个美领馆去半关门的状态 所以大家比较着急就想着哎呀 可能是不是以后怎么样怎么样啊 所以我抓紧时间先申请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这个这个实际上涉及到这样的一个心理啊 我就说大家如果说是因为这个心理导致要着急去申请的话 反而没有必要对就是把自己放轻松一点 就是一步一步规划来就是你把前面基础打好了 然后再等待机会去申请 我觉得这样会更好一些 因为争取能够准备充分 然后一次通过 比你急急忙忙的 然后呃 着着急急的一定要搞到一个申请的就是一个面面面前的这个机会 然后呢 着着急急的这个去面前 结果失败要好很多 对吧 所以其实还是按照自己的这个规划来 这个是需要注意 但是呢我也提醒过大家就是 现在这个加速师在这里啊 这个形势变化太快了啊 就比我们预想的可能要快一些 所以大家如果说能够 如果有一些备选方案的话 你比如说呃 阴签呢 加签呢 还有各种啊 还有欧洲签证啊 什么这只要是觉得适合的 觉得有有有机会拿的啊 就是可以尝试一下 做一个备用也好 还是做一个选择也好 都是可以的 对吧 这样的话你心灵心中有一个保底的 你心中也不就不慌了 对不对 这个总比你是你手上什么签证都没有 要好很多 对吧 因为你说什么签证没有 万一出现突发情况 你说你你想走走都走不了 对吧 但是呢如果说你手上有一个签证 你说万一出现问题 我想走 我还是有一个被选的一个退路的选择 对吧 这是其实涉及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当然现在更大的问题呢 是现在什么搞出来的这个什么突发啊 中国赴美签证或传暂停 美国务院允许巨华使馆暂停非紧急业务 传撤离啊 这个这个我不知道是怎么传出来的啊 但是实际上这个新闻呢 我其实没有在任何的这个 英文的网站上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些新闻啊 就是包括这个美国政府官方的啊 然后呢就是最新的 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之前也给大家提到过 就是有朋友他分享的他的这个 这个在就是在中国的领事馆啊 查找到的信息可以看到 这个领事馆现在的这个时间呢 可以开放到了一二三月二零二一年的三月份 所以呢应该从这个信息上来看的话 应该是不存在说会所谓的突发 然后呢这个领事馆关门的事情 否则的话他他应该也不会去把这个这个预约的时间点开放 对不对 你你就说如果说他打算这个关门了 对吧 他绝对会先在系统上把这些都关掉 对不对 否则的话他他如果都打开了 然后他说一声关门 那这他这不是害人吗 对不对 他他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了 是不是 所以呢 所以这个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 呃大家不要过于去听信 这个有一些这个呃 网上流传的各种谣传的信息啊 就是有有很多信息的就是很很不靠谱啊 就是这样的很多信息怎么说呢 就是他根本就是就是来还人出宠的啊 这个这个尤其很多的这个没有底线的这个 这个这个消息源这个真的是很难去区分 所以我其实我也一直在提醒大家 就比如说你翻墙到海外了 对吧 这个翻墙到海外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信息太多了 信息太杂了 怎么去寻找对自己有用的信息 对吧 有很多人呢就是什么都看 什么都杂的都看 这个带来一个问题呢 就是实际上你好像感觉自己看了很多信息 但实际上你什么都没有得到啊 你可能就是呃 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聊了一些非常让人吃惊的话题 然后别人一说 诶 这个好像是谣传呢 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吧 最后还是这个就相当于说这个呃 这不叫天呃天南海北的聊天啊 这个就就不叫这叫胡侃啊 胡侃啊 或者叫吹牛啊 对吧 呃 还有这个这个这个呃 胡吹 然后吸引大家的眼球 而有这样的 所以所以真的大家自己需要区分一下 就是呃 不要什么乱七八糟的信息都看 其实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 而且是很多朋友这个呃 就是好不容易翻墙翻出来 对吧 你不应该把这个时间去浪费到这个乱七八糟的一些信息上面啊 那怎么样去区分哪些信息是有用的呢 就是呃 所以这也是我跟大家提醒过的就是建议大家能够稍微呃 就是有时间多学点英文 对吧 就是如果说你关心的是美国这边的新新闻和消息的话呢 任何消息任何新闻呢 就以美国官方的英文的为准 这个就绝对错不了 你比如说你说你你要查什么移民相关的信息 或者说是美国的这个领事馆相关的信息 他不管是在哪个官方的这个网站上面 你绝对会有相相应的这个消息放出来 对吧 如果是有的话 对不对 如果是没有那自然就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一切消息呢 以这个美国官方的英文为准 那你绝对不会呃 听到这个这个其他人的这样的一些忽悠 对吧 啊 那么如果说你前期你说英文真的看不是很懂也没关系 你可以用这个啊 这个翻译 这个借助这个翻译 然后呢 让自己多了解一下 对吧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你也是在学英文 对吧 所以这个这个是我一直给大家提的建议 就是真的一定要意识到你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 或者说如果说你真的是打算要移民的话 你要了解信息 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多了解有用的信息 而不是说翻墙翻出来之后呢 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 对吧 这个这个就是有点像这个信息 这个海量信息冲击自己的脑子之后 最后就无所适从了 对吧 因为真真假假谁也不知道 对吧 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有意识的自己去区分 哪些是真正对自己有用的信息 好 今天的话题再讲到这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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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